在地球村各國中 盼望天國而過信仰的神珍貴的聖徒們 見到大家很高興 我是新天地耶穌教彼得之派的講師劉在玉 在全世界因著新冠疫情面臨重重困難的時候 真心的感謝大家帶著渴慕神啟示話語的心 抽出寶貴的時間 將所有的感謝和榮耀歸給賜予我們今天一切的神 希望神的恩惠和慈愛能夠賜給今天來自世界各地 參加線上講座的每一個人 在進行講座之前 首先讓我們同心合意地向神線上禱告 充滿慈愛和恩惠的 至聖慈悲的阿爸父神 感謝您今天賜給了我們珍貴的一天和生命的氣息 再一次的真心感謝您的慈愛和恩惠 特別的是 感謝您在您大愛的引領之下 在地球村的眾人當中把我們帶到了 見證神的新約 《啟示錄》的預言和成就的新天地獻上講座 真心感謝您的大愛和恩惠 父神 今天是聖經六千年來最重要的時候 就是《啟示錄》的預言 成就 實狀出現的時候 感謝您在這樣的時候 通過新天地立約的牧者 所見證的《啟示》的話語 讓我們明白了今天是怎樣的時候 也明白了我們是聖經當中的誰 特別的是 今天要見證《啟示錄》四章的預言 和按照預言所成就的實狀 父神也祈求您在這充滿生命和盼望的時間 主管每一個人的心靈 讓所見證的《新約》的《啟示錄》的約定 和《啟示錄》成就的見證 能夠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的號角聲 特別的是求您聖靈主管在今天 代替《立約》的牧者 見證《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 講師的口 從開始到最後的時間 都祈求聖靈的引領 讓這樣的時間 能夠成為充滿恩惠和感謝的時間 這樣的禱告是奉 充滿慈愛的 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 《見證神的新約》 《啟示錄》的預言和成就 今天我們接著上一次的時間 《見證》《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話語 讓我們有請 為我們在今天《見證》話語的 彼得支派的李定宇講師 盼望天國和永生的 世界各地的宗教人士們 特別的是基督教的牧者們 在主內的家人們見到大家很高興 感謝大家參加新天地的線上講座 希望神的恩惠和慈愛 能夠充滿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在《見證》話語之前 首先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是以耶穌的門徒彼得的名義 而被檢選的彼得支派的講師李定宇 我能夠見證這天國的 啟示的話語和實狀 是因為我從領受天上啟示的 新天地代表李萬希總會長那裡 學習了話語 我最開始並不是在新天地過信仰的 我是基督教的母猜信仰 我所在的教團的名稱是長老教 也曾在教會努力地侍奉和過信仰 信仰的價值觀對於我來說就是 在這地上好好地生活 死後去天國 在信仰上沒有任何的擔憂和顧慮 但某一天 讓我有了一件使我擔憂的事情 在路上我看到了一張傳單 在上面印著 即使過信仰 如果在額上和右手上受了666的印記 就會成為魔鬼的子女進入地獄 最開始我並沒有把這內容放在心裡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讓我的心裡漸漸有了害怕和恐懼 雖然人都說不能夠受魔鬼的印記666 但是沒有人告訴我 這666的印記到底是什麼 然而有一天 在朋友的引導之下 聽到了新天地的見證 我通過這見證明白了 曾經非常讓我好奇的 這666到底是什麼 在啟示錄成就的時候 在事件的現場 看到聽到 所有一切事件的見證人 所見證的話語 是完全不同的 這666印記的事件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誰的身上 又是如何成就的事件 其中的結果又是什麼 通過這六合原則 所見證的這啟示的話語 讓人無法推諉 非常的符合聖經 也非常的明確 當時我就在想 啊 在這之前 我並不是在聖經裡面過信仰的 而是在聖經之外 過著盲目的信仰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進入到聖經裡面 更加努力地學習了 啟示的話語 也讓我明白了 這啟示的話語 是通過新天地 立約的牧者口中 所傳講出來的 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想知道 這啟示的話語 是如何從新天地 立約的牧者口中 傳講出來的呢 相信大家通過今天的見證 會明確這一答案 盼望天國的 在主內的家人們 我們曾經非常的 懇切地期待著主的再臨 和新約啟示錄的成就 對吧 在啟示錄預言成就之前 誰都不知道 這預言的真意和實體 然而在今天 因為時候到了 這新約啟示的話語 完完全全地成就了 所以得以明確的見證 為了成就 馬太福音24章14節的話語 這見證是要傳遍天下的見證 那麼萬民都要聆聽這見證 相信也是正確之舉 希望大家在這一時間敞開心扉 能夠跟我帶著同樣的心 進到聖經當中 能夠將所聽到的 啟示的見證印在心裡 希望我們都能夠成為 毫無加天刪減地 遵守新約的天國百姓 主用比喻所約定的內容 在今天按照預言 相應的實體出現了 所以會明明地 見證這實體 因為名義毀損的問題 所以會簡單 扼要地說明 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 沒有完全地進行見證 有可能會超過規定的時間 這一點也提前請大家見諒 那現在我會來到黑板前進行見證 相信在上一次時間 通過新天地立約的牧者 和約翰之派長 學習了啟示錄一章二章三章的內容 相信大家學得都很好 對吧 那今天我們所見證的內容是 見證神的新約 啟示錄的預言和成就 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話語 首先 向大家說明啟示錄四章的內容 本文的題目是 啟示錄四章 靈界 神的寶座和排列 說到靈界 那現在說的是靈的世界 並不是肉身的世界 在靈的世界有神居住 那在這裡說的是神的寶座和排列 也就是展示的是天上眾天使的樣子 那啟示錄四章展示的是靈界寶座的樣子 本文的概要 首先是成就時期 是在啟示錄二三章寫信之後 事件的場所是在靈界神的寶座前 那在這裡非常重要的是 事件的場所發生了改變 在啟示錄二章和三章 七星七個金燈臺教會是事件的場所 而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事件場所是靈界 在啟示錄一章 有一位被耶穌檢選的新約翰 指示他向七個金燈臺教會的使者寫信 是怎樣的信呢?為主預備道路的七個燈火的使者 他們並不是與耶穌 而是與撒旦尼戈拉黨同流合污了 所以新約翰按照耶穌的指示 給這與尼戈拉黨同流合污的七個使者寫信 信的內容就是讓他們悔改 並與尼戈拉黨征戰得勝 得勝的會將約定的福賜給他 通過約翰寫了信 由此可以知道這新約翰是立約的牧者 其中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是耶穌的代言者 在那之後在天上有聲音 把約翰呼召到了天上 之後他看到聽到了關於天上的一切事情 在這裡有看到的和聽到的 首先會通過核心章節進行說明之後 再進入到本文的內容 在啟示錄四章看到的是 以後必要成的事 啟示錄一二三章已經成就了 那看到的是四章到二十二章必要成的內容 二到八節記錄的是靈界神寶座的排列 在這靈界又有聽到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裡聽到的內容是什麼呢? 靈界神的寶座不是永遠居住在天上 而是將來要降在這地上 那什麼時候?降在哪裡?降在誰那裡呢? 那迎接天國降臨的資格又是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對吧? 希望這一時間我們也能夠醒悟這一內容 首先我們來讀一下 啟示錄四章一節 啟示錄四章一節 此後我觀看 見天上有門開了 我初次聽見 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 你上到這裡來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好 大家讀得很好 在說明本文的內容之前 首先有一點我們一定要知道 在這裡說 此後我觀看 就是我觀看的這內容 在啟示錄的事件 每一章成就的時候 都有一個看到的人 雖然是兩千年前 是使徒約翰通過意象看到聽到的 但在這話語成就的 實狀出現的時候 有一位看到聽到所有事件的人 他就是利約登幕者新約翰 這一點希望大家能夠記住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節中 所說的必要成的事 那首先是此後 那此後指的是之前的事件之後 因為之前的事件發生之後 才會發生的事件 那這答案就是 是啟示錄二三章寫信的事件之後 首先有啟示錄二三章寫信的事件 在這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這裡的此後非常的重要 其中的原因是因為 此後揭示的是啟示錄事件前後的順序 在啟示錄當中一共出現了六次的此後 那六次的此後揭示著啟示錄事件的前後 通過這此後可以知道這個事件的前 之前的事件和之後的事件 如果說它是看到了啟示錄一章到二十二章的內容的話 那麼它就要說明這六次此後的前後事件 對吧 在這裡又說此後見天上的門開了 那這天是怎樣的天呢 門又是怎樣的門呢 這天不是肉身世界的天 而是靈的世界的天 那這天又是怎樣的天 打開的門又是怎樣的門呢 這天並不是肉身世界的天 是靈的世界的天 那在天上有什麼樣的門呢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 我們上到靈界可以看到聖城新耶路撒冷 有神和耶穌在其中 耶穌的門徒是這聖城的十二個根基 分為東西南北 一面各三門 一共十二個門 那這約翰是通過其中的一個門 上到了這靈的世界 那這門是聖城新耶路撒冷的門 指的是靈界天國的門 那在這裡有讓約翰上到靈界的聲音 說這個聲音好像吹號的聲音 那這是誰的聲音呢 在啟示錄一章 是不是也有好像吹號的聲音 在呼召著約翰呢 那由此可以知道這聲音是耶穌的聲音 讓他上到靈界 那麼就有讓他上到靈界的原因 是為了將必要快程的事指示給他 那這必要快程的事指的是什麼呢 是啟示錄四章到二十二章中的事件 也就是要將這其中的事件指示給他 這位新約翰看到了啟示錄一二三章的事件 從四章到二十二章的事件也都看見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到啟示錄二十二章全章事件的人 只有這一位新約翰對吧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新約翰在聖靈的感動和這聲音的呼召之下 上到了靈界 也就是說上到了天上 那在這裡非常重要的是 上到天上的人是誰呢 雖然在聖經當中出現了很多上到了靈界 上到了天上的人 但事實上很多的人 也就是先知他們都是通過意象上到了天上 但實際上上到天上上到靈界的 在聖經當中只有兩位 那分別是誰呢 首先是初臨時的耶穌 耶穌在約翰福音三章十三節 耶穌說除了從天上降下來的人子 沒有人上過天 所以耶穌他上到了天上靈界 看到聽到了天上靈界所有的事情 又說從天而來的 見證的是所見所聞 領受這見證的 就印上印 證明神是真的 也就是讓他成為了神的所屬 神和靈界天國與耶穌同在 耶穌說悔改吧 天國進了 因為靈界天國與耶穌同在 那麼天上的使者也會與耶穌同在 所以通過約翰福音一章五十一節也可以知道 天上的使者與耶穌同在 2000年前的耶穌 復活升天上到了靈界寶座 而這樣的耶穌呼召了一個人 那這個人就不是耶穌了 對吧 他是誰呢 是新約翰 2000年前的使徒約翰 雖然是通過異象看到了天上靈界 但看到的並不是實體 旧約時期的以西傑和摩西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主在靈的時候 上到天上靈界的 在啟示了預言成就的時候 只有這新約翰一個人 這一點希望我們也能夠記住 只有這位新約翰 看到了聽到了天上所有的事情 那麼他的見證是真的見證 雖然有很多的人都說自己上到了天上 但如果他的見證不符合聖經 他如果不是看到聽到啟示錄事件的人 那他的見證就不是真的 那接下來上到了靈界寶座 就像今天的題目一樣 看到了神的寶座和排列 說到天上靈界 它長的是什麼樣子呢 大家應該是沒有去過對不對 在啟示錄當中 詳細地記錄了這天上的靈界 那今天讓我們通過這話語 簡短地上到靈界天國來看一下 為了讓大家看起來更方便 所以準備了靈界的示意圖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中 有敞開的門 也就是十二個門 那通過這門進到靈界 看到了靈界寶座的所有的形象 在這裡有神二十四長老 七燈火的靈四活物和玻璃海 那有關這一部分 為大家一一的說明 首先是二到三節 在聖靈的感動之下 他的靈上到了天上寶座 所看到的是什麼呢 看到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的 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紅圍著寶座 好像綠寶石 那坐在寶座上的是誰呢 就是神 在這裡面說神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那這碧玉是藍色 那這紅寶石是紅色 一個象徵天一個象徵地 那在這裡面主要說的是 創造天地的神 又有紅好像綠寶石 那這紅通過創世紀九章十三節 在這裡面可以知道 象徵的是約定 當時挪亞洪水之後 神以彩虹為約 說著彩虹好像綠寶石 綠色象徵永不枯萎 那在這裡面主要說的是 神的約定是永遠的 那在這裡面 和以西節看到的神的寶座形象 是一樣的 我們來到四節看一下 在這裡有二十四位長老 寶座的周圍有二十四個座位 漆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 身穿白衣 頭上戴著金冠面 這二十四位長老 是擔當天國所有事宜的二十四個靈 在靈界的天國也是一樣的 在靈界天國這些眾靈 不是說跟神在一起什麼都不做 只是天天的玩 並不是這樣的 在天上也有要做的事情 那麼這二十四位長老 會擔當相應的事宜去做 如果有總統的話 在這國家 有以這總統為中心 擔當這國家所有行政的行政長官 那也可以把它看作成是文官 白衣象徵義 金冠面象徵榮耀 那讓我們來到第五節看一下 在寶座前有閃電聲音雷轟的發出 那這指的是什麼含義呢? 閃電指的是零快速活動的樣子 在以西節書一章十四節中 也把天上這零快速活動移動的樣子 比做成閃電 在這裡面又有聲音雷轟 這指的是神執行正式的聲音 神為了成就神的旨意 會下達命令 之後由領受命令 執行命令的天使 這樣執行命令的狀態 用著雷轟聲音和閃電進行了比喻 那在零的世界為什麼這麼繁忙呢? 在這裡指的是為了成就神的啟示路 而繁忙的狀態和樣子 在神的寶座前 有七盞火燈點著 說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零 七零指的是代言神話語的七個使者 他們有各自擔當的使命和發揮的作用 有的時候說他們是七個燈火 這指的是他們的使命而言 燈火的使命是照亮黑暗 也就是說用神的話語 使無知的心靈醒悟神的話語 所以這七燈火擔當的是教育的使命 那這七零也可以稱之為是七眼 那眼睛是查看四周的對不對? 神寶座前的七零 如同神的傾差大臣一樣成為神的眼睛 去查遍天下之後報告給神 那他擔當的是監督的使命 有關神的七零就是這樣的 在第六節出現了明亮如水晶的玻璃海 為了理解這明亮如水晶的玻璃海 我們要來到摩西的時候 摩西按照在天上看到的形象和模樣 在這地上創造了帳幕 而這帳幕是表樣 在這帳幕面前有洗濁盆 而這洗濁盆是用在會幕前 四奉的婦人的銅鏡製作而成 是銅盆 把水會盛在這銅盆裡 祭司長為了進入這帳幕當中 一定要用這銅盆裡的水洗手和洗腳 如果不洗手不洗腳就會在當場死亡 一定要用這銅盆裡的水去洗手洗腳 摩西是按照天上的指示 在這地上造的這銅盆 在所羅門的時候稱之為銅海 然而在希伯來書八章五節中 稱之為天上的表樣 真相是另有所指的 那也就是說洗肉身的手和腳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洗淨我們的心靈 能夠洗淨人心靈的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話語 這玻璃海的實體就是洗淨人心靈的神的話語 所以耶穌在傳講話語的時候 也對門徒們說 你們因著我所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所以這玻璃海指的是神寶座前的神的話語 也就是寶座前打開的話語 在神的寶座前時常有著話語 有神在的地方有著話語 有話語在的地方就有神 那有關這玻璃海 我們在學習啟示錄十五章的時候 會詳細學習 又有四活物的出現 說遍體都滿了眼睛 如果只是按照肉身的角度去看的話 這非常的可怕對吧 那這四活物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四個天使長 有關這四個天使長通過聖經 在啟示錄十二章中可以知道 他又與龍的組織征戰 在啟示錄六章又審判被盜的選民 那我們通過聖經來看一下他們所發揮的作用 那就是征戰和審判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成是五官 那這些眼睛是什麼呢 不是實際上的眼睛 指的是靈 也就是千千萬萬的眾天使 在詩篇103篇稱這些天使們也為天君 也就是天上的軍隊 在約帥阿紀五章14到15節 說這四個天使長 稱他們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也就是軍隊的長官 那這四個天使長 在隱西節書十章稱之為紀錄博 這一點我們這樣理解就可以了 在第七節中 在這裡說了這四活物發揮的作用 和擔當的使命 說它像獅子牛毒人和非鷹 雖然在起書四章是這麼描述的 然而在以西節書一章中 說一個四物有著四面 那這獅子指的是什麼呢 在聖經當中稱不能醒悟神話語的為畜類 那這獅子的使命就是審判像畜類 也就是像獸一樣的人 那這牛毒它主要是耕田和拔出拜子 那天使長會耕人的心田 把這心中的拜子拔出去 他擔當的是這樣審判的使命 人是唯一有知覺 也就是分辨力的存在 那這個天使長 他擔當的就是審判真與假的使命 鷹是鳥中之王 那這鳥象徵著靈 那這鷹的作用就是什麼呢 審判靈 那在這裡面是有各自不同的使命的 在第八節又說四活物有六個翅膀 那這六個翅膀指的是什麼呢 是幫助著天使長做工的六個長老 這翅膀的作用就是為了讓這身體能夠更好的前行 按照他想要的方向前行對不對 那這六個翅膀指的是幫助四活物的六個長老 每一個活物有六個長老的話 那就是有24個長老 所以這四活物和24長老會時常的同工 那通過聖經我們是可以確認這一點的 那直到這裡大家還理解嗎 靈界的天國 神寶座的靈界形象是這樣的 新約翰看到了這樣的靈界天國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不是非常的想去這天國 我們是不是非常的想親自的來到神所在的天國 想來到天國的人請舉手 是不是都想去天國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夠去往這天國呢 這天國是我們需要去的呢 還是會降下來呢 在之前我也認為是死了之後去的天國 那麼我們通過聖經來找一下這答案 我們來讀一下啟示錄四章八節 啟示錄四章八節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 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 他們昼夜不住地說 聖災聖災聖災 主神是息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阿門 好 讀得很好 大家找到答案了嗎 神所在的天國是我們要去的呢 還是要降下來的呢 神的國是要降下來的 當神和天國降下來的時候 那它是什麼時候來 來到哪裡我們要知道 對吧 什麼時候來呢 是會在啟示錄成就的時候到來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一到四節 在這裡記錄了神和天國會一同降下來 那會降到哪裡呢 那我們來到啟示錄當中可以知道 它是降臨在新天新地的 說這天國與這新天新地的人同在 在聖經當中說 靈界的天國要與這新天新地的人同在 並且是永遠同在 這也是聖經當中的約定 如果我們說是盼望天國和永生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來到這新天新地 對吧 因為這新天新地的人 會迎接神和天國的到來 如果我們能夠成為這實體 就再好不過了 那麼這靈界的天國同在的這些人 是誰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對吧 首先指的是誰呢 若想要神與之同在的話 最先需要的是誰呢 是得勝者 那是與誰爭戰得勝的呢 在聖經當中說 是與尼哥拉黨爭戰得勝的 正如在啟示錄十三章中 有從龍那裡領受權柄的尼哥拉黨 撒旦的牧者 因著與他們爭戰得勝 在啟示錄三章十二節 神、臨界天國、耶穌 都與這位得勝的同在 並且這得勝的與耶穌同坐寶座 還有這位得勝的 因為他得勝了 成為了以色列 所以並不是只有他自己 與神永遠在一起 會把這消息傳給更多的人 因此在啟示錄七章 出現了受印的十四萬四千 和數不盡的白衣人群 又說神的帳目 復辟他們 得勝者所在的這十二支派 神會降臨其中 那在馬太福音25章中 又說他們是怎樣的人呢 是像綿羊一樣的信仰人 在約翰福音14章中 耶穌說 是為了預備住處而離開的 為了預備住處而離開的 耶穌重新來的時候 通過馬太福音25章的內容 我們可以知道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分開像綿羊一樣的信仰人 和山羊一樣的信仰人 又說將從創世以來 所預備的國賜給像綿羊一樣的信仰人 那麼這些人說的是誰呢 那通過約翰福音14章23節中 可以知道 耶穌說愛我的必守我的道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也會與他同住 那像綿羊一樣的信仰人 是遵守耶穌話語的人 那耶穌說了怎樣的話語呢 也就是說 神的國要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那當這話語成就的時候 就會有結果子的國出現 那這國就是每月結十二樣 果子的新天地十二支派 按照啟示錄22章的約定 神的寶座與這十二支派同在 那麼神的寶座真的與這十二支派同在嗎 是不是非常的想知道呢 如果真的是要想神與之同在的話 那麼首先在這地上 要有一個神可以降臨的地方才行 那為了知道這個地方 到底是不是神所降臨的地方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什麼呢 我們要知道神給他展示 靈界天國的原因 神和耶穌將靈界的形象和模樣 展示給新約翰看 為的就是讓他在這地上創造 神和神的寶座天國 能夠降下的地上神國 耶穌為的也是創造地上的神國 那今天的新約翰上到天上 而且神和耶穌把天上的寶座形象和模樣給他看 為的是讓他在這地上按照所看到的去創造 要如何進行創造呢 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十五節說 願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在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前 神為了與同著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同在 將天上的形象和模樣指示給他 讓他在這地上造了帳幕 而摩西也按照指示去做了 兩千年前的耶穌也是按照神所指示的 在這地上所創造的 所以在今天 啟示錄成就的時候 看到天上靈界寶座的新約翰 也要在這地上創造神的靈界 所降臨的地上神國 那要如何去創造呢 看到的是靈界的天國 成就的時候就像 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樣 那麼在這地上 與得勝者同在的這神國 一定要與在天上所成就的神國組織 一樣才行 對不對 所以新天地的寶座構成是這樣的 有得勝者 有二十四部長 七個教育長 有老年會 壯年會 青年會和婦女會 還有這啟示的話語 以及十二支派長 我們再擴大看一下 以得勝者為中心 神耶穌以及寶座同在的這位得勝者 通過這位得勝者 傳達神的話語 在這地上如果有神國的創建的話 那麼就會有在這神國當中 擔當神國行政的二十四部的二十四位部長 還有擔當教育的七位教育長 如同四活物一樣 擔當戰爭和審判的四個組織 也就是說 是老年會 壯年會 婦女會 和青年會 就像在神的寶座前 時常的有著話語同在一樣 這些人 他們也會用神的話語洗淨心靈 為了讓自己能夠帶著清潔的心 在神的面前過信仰而努力 為了來到這裡 我們知道 這裡並不是非常容易就能進去的 一定要通過十二個門 這十二個門就是十二位支派長的立場 十二位支派長成為十二個門 那他們便是每月結十二樣果子的實體 那這本身就成為了什麼呢 那這裡就是 在這地上神的國可以降臨的組織 在地球村當中 有哪個地方 是按照這樣天上的形象和模樣 所創造的地方呢 只有這新天地十二支派對吧 那只是看這樣的示意圖 還是不會太理解 所以呢 把實際的照片帶了來 這是新天地十二支派寶座構成的實狀 時間是在1995年3月14日 水源公共體育場 在同一天同一時間立了十二支派長 又立了七位教育部長和24位部長 有全體在神的面前宣誓 新天地十二支派的寶座 是這樣構成的 這是在1995年3月14日構成的 約在十年之後 又把這些人聚在一起 構成了神國的寶座 從那時候 新天地有了迅速的增長 有很多的人跟從真理的話語 通過門進入了新天地 就像在2019年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一樣 通過前所未有的十萬劫夜市 有數不盡的人 通過這真理的話語來到了這裡 在當天 將這初熟的果子獻給了神 這就是2019年的十萬劫夜市 按照天上的形象和模樣 在這地上所創造的地方 只有通過這位看到聽到一切的 令約的墓者得勝者新約翰 所創造的新天地 是神的國將要降下的地上神國 那麼就一定要來到這裡對吧 是不是非常的想來到這裡呢 那如何才能夠來到這裡呢 那接下來通過奇數錄五章 來告訴大家來到這裡的方法 奇數錄五章的題目是 用七印封住的書卷 上到靈界的約翰 看到了神右手中用七印封住的書卷 將當時的事件記錄下來的就是奇數錄五章 奇數錄五章的概要 成就時期也是奇數錄三章寫信之後 事件的場所同樣是靈界 看到的是神右手中用七印封住的書卷 也看到了耶穌取過這封住的書卷的場景 聽到的內容是 耶穌取過了這封住的書卷 這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非常的歡喜 就跪拜在耶穌的面前唱新歌 他們唱新歌的這內容是什麼呢 是用耶穌基督的血把人買來成為神的國和祭司 那在這裡說的是創造神的國和祭司 那這事情是如何成就的呢 耶穌取過用七印封住的書卷 到底是多麼重要的事件 讓這些四活物二十四長老 以及眾天使和萬物如此的歡喜呢 那我們來一一的查考奇事錄五章 首先我們來讀一下 奇事錄五章的核心經文 一到三節 奇事錄五章一到三節 我看見做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 裡外都寫著字 用七印封言了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聲宣傳說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沒有人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在這裡需要再一次強調的是 在奇事錄每一章 有一位看到聽到的人 在奇事錄四章這裡說有我看見 奇事錄五章又有我看見這個詞 那他就是新約翰立約的牧者 他看到誰了呢 看到了坐在寶座上的神 在神的右手中有用七印封諸的書卷 那這書卷是怎樣的書卷呢 到底是怎樣的書卷用七印封得這麼嚴呢 又說天上地上地底下無人能展開觀看 由神親自保管 那我們是不是非常想知道這書卷的內容啊 為了理解這一內容 我們要來到舊約聖經 在舊約聖經當中也有封諸的書卷 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一內容 也會理解新約中這封諸的書卷 首先是以撒亞書29章9到14節 在這裡說你們等候驚奇吧 說你們都成為了瞎子 為什麼這樣呢 他們將沉睡的靈交灌在了這些先知和先見的頭上 那你們就是這些先知和先見 他們看不到的並不是肉身上的事物 在這裡說所有的末世成了封諸的書卷 末世成為了封諸的書卷 那麼這末世指的是什麼呢 末是不出生 默默的 靜靜的 事是展示的事 那給他只是默默地看了這個內容 給先知看著將來要成就之事的時候 是默默地給他看的 給他看的不是真正的樣子 而是通過意象給他看的 所以先知也不知道其中的含義是什麼 那麼這末世告知的是將來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是預言 因為他是按照所看到的進行記錄 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含義是什麼意思 所以成為了封諸的書卷 在這裡說給十字的人說請念吧 也就是給那些自認為明白聖經的人念 那他也說因為是封諸的自己念不了 又給不實字的人說請念吧 他說我念不了因為不實字 那在這裡的實字的指的是牧者的立場 而不實字的指的是教徒的立場 那最終他們都不知道其中的內容 那成為瞎子一樣的人是誰呢 如果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有的牧者那他用人的誡命去解神的話語 那用人的誡命解神的話語 之後有了什麼樣的結果呢 那就是嘴離神很近 心卻離神很遠 神在哪裡呢 在心裡 那神是與人的心同在的 因為這個心離神很遠 所以他們過的信仰是與救恩 毫無關係的信仰 那導致這一結果的就是人的誡命 它和神的誡命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問題是神並不是會永遠的封諸這預言 通過哈巴古書二章二到三節 這封諸的末世有預定的時候 那到了預定的時候一定會成就 神的計劃是一定會成就的 那麼這封諸的末世 是神的計劃 也是神一定要成的計劃 對不對 那麼成就的時候是如何打開成就的呢 又是如何傳達下來的呢 那這個內容記錄在了以西結書一章到三章 在以西結一章中 告訴了我們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神的選民因為侍奉外邦神被一幫所俘虜的時候 在選民被一幫所俘虜的時候 神來到其中拣選一位牧者 那這位牧者是誰呢?是以西結 檢選他並且將這靈界的樣子給他看 看到這一切的以西結感到非常的惶恐 就浮浮在神的面前 神扶起他 把什麼給他了呢? 把展開的書卷給他 那他就成了打開的書卷對吧? 並且又對以西結說要吃盡打開的書卷 並且讓他向悖逆的百姓去傳講 不要去言語難懂的民那裡去傳講 乃是要往以色列家去 又對他說當你傳講的時候他不會聽 即使是不聽你也要去傳講 告訴他們主的話是這樣的 這是以西結看到異象之後所記錄下來的內容 那這並不是在當時所發生的事件 那成就的時候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耶穌基督出臨的時候 耶穌吃了打開的書卷 向悖逆的百姓去傳講 有一個外邦的婦人來到耶穌這裡 求耶穌幫幫她 但耶穌基督說什麼呢? 我奉差遣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也就是說以西結實際上經歷的事情 是由耶穌來成就的 也就是說成就了以西結先知的預言 向他們去傳講話語他們聽不聽呢? 不聽 即使是不聽 耶穌也要向他們傳講 你們所聽到的話不是我的話 而是神的話 在約翰福音14章24節說了這樣的內容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耶穌基督所傳講的這啟示 也就是打開展示的是神的旨意 是這話語的真意 要把這話語告訴給這些遵守人的 指示的領受啟示的人 教導律法的屬肉體的以色列民 雖然他們認為神與他們同在 但實際上神與耶穌同在 領受的話語之後 醒悟了神與耶穌同在 那認識了神之後會怎麼樣呢? 通過約翰福音17章3節可以知道 永生是認識你獨一 你的真神和你所拆來的耶穌基督 因著認識神才能夠得到永生 因為知道神在哪裡 會來到神所在的地方 那這預言打開了 從吃進展開書卷的牧者那裡 領受話語 就是領受啟示 領受神的話語 因著認識真神得到永生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吧? 這就是就約啟示的過程 那我們來到今天 在主再臨的時候 在神右手中用奇印封著的這書卷 是怎樣的書卷呢? 它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卷呢? 神把它封得這麼嚴 說這是用奇印封著的 也就是隱藏的 封著的書 是不是末世是預言啊? 在新約27卷當中 哪一卷是預言書呢? 是啟示錄 但是這是封著了 是用什麼封著的呢? 在2000年前 是通過異象給使徒約翰看的 而使徒約翰按照所看到的 記錄了下來 在記錄的時候 是用比喻進行記錄的 用比喻隱藏的這啟示錄 用七印封著 由神親自保管 在馬太福音13章10到15節 耶穌用比喻把天國奧秘隱藏了起來 那不是耶穌基督按照自己的意願 這樣去做的 因為神在詩篇78篇已經先說了 要用比喻去說 那到底這是一本怎樣的書 神把它封得如此嚴謹呢? 那這就是神要成就的神的奧秘 那神要成就的是什麼呢? 在亞當犯罪之後 在這充滿罪惡的世界當中 神一直以來就是為了拯救所有的人 使這些人的罪得赦免 拯救這些人 讓這些人能夠來到天國當中 神把這所有的計劃都隱藏在了 這啟示錄的奧秘當中 因著人的罪神離開了地球村 因著人的罪人進入了死亡當中 那要除掉人的罪 也要抓住讓人犯罪的魔鬼撒旦 所以在啟示錄的時候 在這裡面也記錄了有戰爭 也記錄了因為與魔鬼撒旦征戰得勝 並且把它關進無底坑裡的計劃 那這一切是不能讓魔鬼撒旦知道的 也不能讓他進行妨礙 對吧? 所以神把它封得嚴嚴的 那麼在這裡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到了靈界 新約翰看到了神右手中的書卷 那這書卷是啟示錄 不是我們現在平時手中拿的這個書卷 那在神右手中的這書卷 到底是誰寫的 是如何進行記錄的呢? 在以賽亞書14章24節 在這裡面記錄了神的旨意 神的思想一定會成就 那麼神的旨意和思想 會在最後的時候完全地成就 那麼在神右手中的這書卷 是由誰記錄的呢? 是由神親自記錄的 並且由神親自保管 誰都不知道 大家理解嗎? 在這裡說天上地下地底下 無人能夠知道其中的內容 那沒有人知道其中的內容 這是符合聖經的對吧? 在以賽亞書29章中也說 無論是實字的還是不實字的 都不知道其中的內容 然而在當時也有人 用人的誡命去解其中的內容 那在今天也有很多的牧者 去解這啟示錄 但問題是什麼呢? 解的內容都不一樣 在聖經當中說 啟示錄是絕對不能夠加添刪減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要毫無加添刪減的 成就這啟示錄 那如果教導的都不對 都加添刪減了的話 那在啟示錄成就的時候 會把這成就的實狀 毫無加添刪減的去傳達 那麼這些人領受了不正確的教導 領受見證的時候就會混沌 對吧? 這樣的人是無法進入天國的 並且會多受災殃 神寫下了這樣的警告 雖然神寫下了這樣的警告 但是還是有人去解了這啟示錄 也沒有辦法理解神話語的真意 那這樣做是大罪 又有人說這封珠的書卷是地契 而有的牧者說這四活物是四福音 我們剛才看到了啟示錄四章 對不對? 這四活物是四個天使掌 可能是因為前面都帶四 難道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說 四活物是四福音嗎? 那把這四活物用漢字進行解釋的話 四活物指的是活著的生物 那四福音它並不是活物 是書是書卷 那這樣的教導是錯的 根本就不相符 對不對? 那這就是加添刪減 交錯了 不教導啟示錄本身 就等於是刪減了啟示錄 對不對?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好好的學習 好好的醒悟其中的內容 並且正確地去傳講才行 在聖經當中說 沒有人配得展開和觀看那書卷 所以約翰大哭 為什麼大哭呢? 因為這書卷若不能展開的話 書卷裡的內容就不會成就 因此也不會成就神的國和救恩 如果啟示錄不成就的話 神的奧米也就是救恩天國和永生 也不會成就 撒旦也不會被抓住 這樣的話我們要永遠地活在罪惡當中 因為約翰知道這一點 所以大哭 那麼在今天的新約翰身上 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事件而大哭 在大哭的時候 有一位長老出來 把一個好消息告訴給他了 這消息是什麼消息呢? 就是有人可以展開這書卷 他就是誰呢? 在5節說是由大支派的獅子 大衛的根 在啟示錄22章16節 說大衛的根是誰呢? 是耶穌 那佩展開這書卷的就是耶穌 無人能夠展開這書卷 只有耶穌 那接印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一定要理解其中的內容 接印指的是什麼呢? 在這裡是不是用奇印封住了? 那在這裡用印 把這印揭開指的是什麼呢? 那是用比喻封住了約定的話語 那接印等於是成就著約定的話語 當這話語成就的時候 實體就會出現 這就是啟示 在啟示錄6章到8章 在啟示錄6章接了6個印 在啟示錄8章揭開了最後一個印 每接一印的時候都會有實體出現 之後就會有通過號角 傳講實體的事情發生 在這裡通過示意圖 進行簡單的說明 雖然在聖經當中約定的是七星的出現 但實體並不是七個星星 而是七個使者 就像這樣 會有實際的人物出現 這便是啟示 大家理解嗎? 在聖經當中紀錄的時候 雖然是星星 但實際出現的是人 那麼接印的條件是什麼呢? 接印的條件是什麼呢? 在這裡說是得勝 那耶穌與誰爭戰得勝了呢? 在約翰福音16章33節 在這裡耶穌說與世界爭戰得勝了 那與世界爭戰得勝是怎樣的意思呢? 在以福所書2章2節 主管這世界的是魔鬼撒旦 那戰勝這世界指的是戰勝魔鬼撒旦 那戰勝了魔鬼撒旦 為什麼是接印的條件呢? 因為知道了魔鬼撒旦的真面目 因為與他們爭戰得勝了 所以知道他們的真面目是什麼? 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進行妨礙 也知道他們的言行、舉止 明明知道他是騙子 還會被他騙嗎? 因為不知道他是騙子 所以告訴這些人他是騙子 不要讓這些人再被他騙 那人知道的話那就不會被他騙了 對不對? 所以當神的事工成就的時候 魔鬼撒旦如何進行妨礙 都能夠與他爭戰得勝 所以接印的條件是得勝 在這裡重要的是接印是成就約定 所成就的這內容 因為耶穌在天上也得勝了 那在這地上也要有得勝者的出現 這樣在這事件成就的時候 他才能夠在這身邊看到聽到 也就是說在啟示錄成就的時候 會有一個在身邊看到聽到的存在 他就是利約的牧者新約翰 在阿摩斯斯書三章七節中 神說他若不將他的奧秘指示給他的眾先知 就一無所行 讓看到啟示錄一二三章的這個人 上到了零的世界 讓他看到了啟示錄四章到二十二章 所有的內容都只是給他看 並且在這地上去成就 把所成就的內容都給他看 在啟示錄二十二章八節中說 看到聽到這一切的是我約翰 看到聽到的只有一個人 又只是他向眾教會去做見證 每節一印的時候都有 我看到 我聽到 也就是有這樣的一位牧者在 通過這位牧者 我們一定要領受這所有的見證 那現在我們通過這啟示的傳達過程 來看一下這啟示是如何傳達到 我們這裡的 那在這裡是不是接印的人是誰呢 是耶穌 那這位耶穌 實際上 這作為羔羊的耶穌 從做寶座的右手那裡拿了書卷 誰呀 是耶穌 耶穌從神那裡領受了書卷 為的是什麼呢 是接印 那這到底多麼重要呢 七節非常的重要 在天上真的是有了慶典 因為這意味著 起事傳達的開始 雖然我們都知道這 啟示錄一章一節的話語 在這裡說 耶穌基督的起事 就是神賜給他 那在這裡神等於是把什麼給這個人了 給他了 神把什麼給他了呢 把這封住的書卷給了他 他是耶穌 那這就成了耶穌基督的起事 為什麼呢 是耶穌領受了封住的書卷之後展開了 就是神賜給他 為的是將必要快成的事 也就是啟示錄一章到二十二章的事件 指示給眾仆人 他就拆遣他的使者 小玉他的仆人約翰 那開始的起點是誰呢 只有從神的手中 傳達到耶穌那裡才能開始 所以高揚從神那裡領受這書卷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通過示意圖來看一下這一內容 那在神的右手中有封住的書卷 耶穌取過這封住的書卷 那耶穌就開始一一的接印 那接開印的話書卷就會打開 那所成就的實狀都會出現 為了把這書卷指示給他的眾仆人 所以拆遣他的使者 小玉他的仆人約翰 來到第十章 天使拿著這打開的書卷給了誰呢 給了約翰 把這封住的書卷 在啟示錄六章和八章 揭印展開書卷 在啟示錄十章給了天使 那天使他就不能自己拿著 對吧 而是要給這仆人約翰 所以給了今天的新約翰 那新約翰領受了這書卷之後 會怎麼做呢 向多民 多國 多方 多王 再說預言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人都在領受著人的誡命 要把這話語再次的教導給這些人 那麼就會有聽到這話語的人出現 會把這話語見證給眾教會 那聽到這話語的人都能夠成為眾仆人嗎 都能夠進入天國嗎 說到仆人指的是遵守神話語的人 將這啟示傳達給眾仆人 這些眾仆人指的是聽到這話語 認證話語而出來的人 正如在啟示錄十四章和七章中所看到的 約翰領受了這打開的書卷 聽到了這話語被收割 受印的這些人 那他們就是眾仆人十二支派的實體 啟示的傳達過程是這樣傳下來的 只有領受著啟示才能夠認識神 只有認識神才能夠得到永生 不是嗎 那在這裡非常重要的是 把這書卷只給了這一個人 也就是新約翰 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從誰那裡領受呢 不是從神 耶穌和天使那裡 通過這個傳達過程 我們可以知道神 耶穌 天使是靈 而這新約翰是肉身 並且把這打開的書卷給這新約翰吃盡了 那只有通過這新約翰才能夠領受這見證 領受這打開書卷的新約翰 他的使命就是傳講這話語 去傳講所見所聞的就是他的使命 而所有的人通過這新約翰領受這見證 那這就是遵守神約定的信仰人 所以一定要成為遵守這約定的信仰人才行 如果說這不珍貴的話不聽也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這話語是非常非常珍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麼珍貴呢 我們來讀一下《啟示錄》五章九到十節 他們唱新歌說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旗印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做祭司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權 阿門 好 讀得很好 這話語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話語 因為耶穌得勝了可以從神那裡接過書卷 揭開印並且成就其中的內容 那這樣的話就會有很多的人用羔羊的血買來 成為神的國民和祭司 那在這裡邊蘊含著非常重要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要誰一定要去聽才行呢 那就是在世界各國的基督教的牧者們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基督保血的救恩的事工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我們曾經經常的會唱這樣的讚美 說主的保血有能力 但是如果不知道這能力是在什麼時候 如何發生在誰的身上的話 那麼這救恩的事工和自己也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希望所有的牧者們能夠好好的去聽這話語 醒悟這話語 並且傳講給所屬自己的教徒們 讓他們也都能夠得到救恩 所以請好好地去聆聽這話語 也希望在主裡的家人們 也都能夠醒悟這保血的功效是如何發生的 那這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非常的歡喜 所以他們在這裡唱新歌 那為了理解這新歌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這歌 聖經當中的歌指的是預言的福音 在神明記三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節以及三十節中 在這裡面神為了以色列百姓通過摩歇寫一篇歌 在他們面前做見證 見證將來發生的事情 就像這樣通過歌見證以後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歌指的是預言的福音 如果歌是預言的話 那麼新歌是什麼呢? 新歌是新出的歌 是之前沒有聽到的 那換句話來說 預言不會單單地與預言的形式出現 而是會以實體的形式出現 那實體出現的話就會去進行見證 所以見證實狀的福音就是新歌 那誰會去唱著新歌呢? 在啟示錄五章 四火物和二十四長老在臨界唱著新歌 在啟示錄十四章中 有在神的寶座前四火物以及二十四長老前唱新歌的人 他們就是初熟的果子 受印的十四萬四千 那在這裡說他們唱著永遠的福音 那一會兒我們會詳細地看一下這一點 大家理解了這新歌是什麼了 對吧?這四火物和二十四長老唱新歌的意思 指的是什麼呢? 在啟示錄預言成就的時候就會有實狀的出現 那等於是唱新歌預先告知這一點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實狀出現的是什麼呢? 就是從各族各民各方各王中買了人來 用耶穌的血買了人來 那麼這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的這些人 他們是在哪裡呢? 是捆綁在罪當中 因為這是用耶穌基督的血把這些人買出來的地方 對吧?那這裡就是被罪所俘虜的地方 被誰所俘虜呢?通過啟示錄十三章七節 還有啟示錄十七章十五節 就是從龍那裡領受能力和權柄的 撒旦的牧者七頭十角獸 以及他們的組織 也就是被他們所俘虜 那這國是屬肉身的國還是屬靈的國呢? 這是用比喻記錄的對吧? 那要想明確地知道這一點 我們首先要知道王的立場 王是主管國家的存在對不對? 在彼得前書二章九節稱之為 像君尊一樣的祭司 君尊指的是王 祭司指的是牧者 那聖經當中的王指的是牧者 那聖經當中的王所治理的國指的是教會 那在這國裡的百姓就是指教會裡的教徒 還有各方 那就是教會當中所主張的教理 那各族指的是各教團 是在這所有的教會當中 是在世界各國的所有的教會當中 是在教會當中的教會當中 是在教會當中的教會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用耶穌基督的血買來 指的是用耶穌基督的血 得到救恩的意思 那為什麼在這裡邊 一定要說是用耶穌基督的血 而不是用別的去拯救這些人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血的由來 在摩西的時候 神為了拯救俘虜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 用的是羔羊的血和肉 是把羊的血抹在門楣上 吃羔羊的肉 當災羊降在埃及的時候 因為看到這血 知道了他們是選民 就會從他們那裡越過這災羊 所以稱之為余月 那在這時候的羊 指的是余月節的羔羊 犧牲的羔羊 那摩西時候的事情 是將來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那來到初林的時候 有真相的出現 那真相指的是誰呢? 是耶穌 在約翰福音1章29節中 約翰指著耶穌說 看了背負世人罪孽的羔羊 那耶穌就是羔羊的實體 那如果說耶穌是羔羊實體的話 難道要吃耶穌的血和肉嗎? 並不是這樣的 在約翰福音6章51-58節 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說吃了這糧的人會得到永生 那又說 這糧的實體是我的血和肉 那如果吃著糧的話就會得到永生 那這糧的實體是什麼呢? 是耶穌的血和肉 難道是實際上的血和肉嗎? 如果說神是話語的話 那耶穌也是話語 分母是話語的話 分子也是話語 如果耶穌是話語的話 他的血和肉也是話語 對不對? 可是這些人沒能理解這句話 所以因為餅跟從耶穌的人都離開了 包括彼得的十二個門徒們 在耶穌面前告白 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還滾從誰呢? 那也就是說 耶穌基督的血和肉 指的是耶穌基督傳講的 启示的話語 那耶穌基督的血和肉指的是什麼呢? 是启示的話語 如果耶穌是羔羊的實體的話 那麼只有領受耶穌基督启示的話語 才能夠得到真正的救恩 在約翰福音五章二十四節中 耶穌說 聽我的話的人 就會從死亡愉悦到生命 那這就是愉悦 對不對? 救恩的材料是羔羊的血 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話語 然而這樣的耶穌 預言了再臨 把門徒們聚在一起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十四到二十節 耶穌用他的血 立了新約 是如何立的這新約呢? 耶穌說 我雖然 非常的想跟你們吃著 逾越節的宴席 這屬肉體的以色列 也就是猶太人 因為當時是逾越節的前一日 他們實際上在宰著 真正的這羔羊 而門徒們聽了這羔羊的實體 耶穌基督的話語 耶穌說 雖然很想跟你們吃著 逾越節的宴席 那這逾越節的宴席 指的是羔羊的血 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話語 然而耶穌卻說 我不再吃著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 那在這裡主要說的是 不再能夠聽到耶穌基督的話語 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血 只是告訴門徒們去紀念 在這裡說 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 不再吃著宴席 那當神的國成就的時候 就能夠再吃著宴席了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那麼神的國是什麼國呢? 在啟示錄五章九到十節中 在這裡說 從各國和各族中 他們是在罪惡當中的人 指的是所有的教會 那耶穌用血 把他們從那裡買回來 那耶穌基督的血指的是什麼呢? 是啟示的話語 那誰傳講這啟示的話語呢? 通過這傳達的過程 是由新約翰來傳講的 那現在等於是 通過這傳講的啟示的話語 把這些人買來 那耶穌的這啟示 也就是通過新約翰 所見證的這啟示的話語 到底有多麼的珍貴 我們一定要知道 因為這話語 是在末世的時候 要賜給我們的話語 也是用這話語 把我們買來 成為神的國和祭司的 曾經約定 要在神的國裡 是這逾越節的宴席 那麼這神的國 是這樣被創造的 成為神的國和祭司的宴席 高揚耶穌保血的功效 是在主再臨時 即啟示錄成就的時候出現的 就像我們在啟示錄5章9到10節中 所看到的一樣 在啟示錄5章9到10節說 是用這血把人買來 而啟示錄1章5到6節說 使這血用這血使人脫離罪惡 在啟示錄7章14節 在這大患難的時候 用耶穌基督的血把衣服洗白淨 那這樣出來的人是穿白衣的人群 在啟示錄12章11節 在最後的時候 要與魔鬼撒旦征戰得勝才行 那麼這征戰得勝的武器 就是高揚的血 在主再臨的時候 2000年前 耶穌所留下的保血的能力 在主再臨的時候出現了 希望我們都能夠領受這保血的能力 進入到救恩當中 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罪得赦免才行 對吧 這逾越節的高揚的血的救恩 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成就的呢 是通過所見證的啟示的話語 也就是用耶穌基督的血買來 成為神的國民和祭司 那麼成為神的國民和祭司 會得到什麼樣的福呢 在這裡說 在這地上執掌王權 那這王指的是牧者 那現在見證的不再是 這啟示的話語會成就 而是成就了 那麼就要相信所成就的內容 對吧 那麼在這樣的時候 就會出現 擁有這啟示話語的牧者 他們是神國的祭司 也是神國的新牧者 那其中的實體就是誰呢 如同在啟示錄7章 所看到的 還有在啟示錄14章 所看到的一樣 是被收割的 受印的十二支派 十四萬四千 因為說 只有他們才能夠唱新歌 那這新歌就是 啟示錄的預言 和時裝的福音 那也只有他們才能夠 在寶座前 寺活物以及二十四長老前 學著新歌 那他們就是這十四萬四千 他們就是十二支派裡的這些人 大家理解了嗎 耶穌余月節的羔羊 藉著羔羊的寶血 而有的這救恩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實體又是誰 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一內容 對不對 那現在來整理一下 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內容 通過啟示錄四章 可以知道 上到靈界的 只有新約翰這一個人 那麼按照神在天上成就的旨意 在這地上創造神國的 也只有這新約翰一位 約翰所看到的 在神右手中所封著的書卷 由耶穌取過來 在啟示錄六章到八章 揭開印 展開書卷 並且把展開的書卷 給約翰吃盡 給約翰吃盡的這啟示的話語 成為了耶穌基督的寶血 給人類帶來救恩 所以今天的我們一定要領受 這寶血的見證 這樣我們才能夠得到救恩 對吧 能夠傳達這啟示話語的人 也只有新約翰這一人 那我們應當如何去做呢 我們要成為相信這話語 並且遵守這話語的信仰人 那啟示錄四章五章的話語就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會見證啟示錄六章 因為在啟示錄五章 耶穌取過書卷 在啟示錄六章開始接印 那到啟示錄六章可以知道 隨著印的揭開 其中的實體會出現 那在下一時間希望大家能夠確認 所出現的實體是怎樣的 世界各國親愛的牧者們 還有在主內的家人們 現在是大患難時期 因著大患難 這世界也陷入了重重的困難當中 然而在這困難當中 神並沒有忘記對世人的憐憫 在啟示錄七章十四節中說 有數不盡的白衣人群 藉著羔羊的血洗白淨而湧出來 他們會湧向哪裡呢? 得到救恩的這些人 他們會聚到哪裡呢? 通過啟示錄七章九節和十四節 可以知道他們要來到神和羔羊的寶座前 也就是與神和羔羊合而為一了 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要怎樣呢? 我們要合而為一才行 也就是我們是一體 首先我們要與神合而為一 也要用羔羊的血洗淨自己的罪 那這羔羊的血是啟示的話語 而這啟示的話語 是通過在啟示錄十章中 領受話語的牧者傳講出來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要用這啟示的話語合而為一 這就是與神合而為一對吧? 那麼首先要由誰合而為一呢? 這啟示如果是耶穌基督的啟示的話 那比起其他的宗教 那相信耶穌的所有的牧者和聖徒們 要合而為一不是嗎? 之後是所有的宗教人士和世人也會合而為一 這是真正的和平 在啟示錄的最後神會捉住神的仇敵魔鬼 在這裡約定了由神做王的天國 在這裡充滿了愛、自由與和平 這裡是沒有罪、沒有法的樂園天國 讓我們都能夠威阿萬、合而為一 讓我們都用耶穌基督的血使罪得赦 成為由神的種子而生的神的家人 一同實現終止戰爭與世界和平 讓我們都能夠成為這樣的天國家人 愛大家 讓我們合而為一吧 We are one! 好 希望我們都能夠帶著 感謝神將話語賜給我們的心 獻上禱告 令人感謝的阿爸父神 感謝您召開了 見證神的新約啟示錄的預言和成就 新天地的線上講座 今天見證了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內容 求您通過所見證的話語 主管來自世界各國的每一位牧者的心 和聖徒們的心 就像您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樣 今天就是這一時候 求您能夠讓我們醒悟 耶穌基督的啟示 正通過在啟示錄十章 可以帶領所有的聖徒們進入天國 求您為此打開道路 這一時間 求您能夠與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職場同在 求您將充滿的祝福 賜給每一個人 讓下一次時間 也讓我們能夠帶著最健康的 靈肉狀態相見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阿們 今天的話語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說日月星黑暗墜落 並不是文字上的含義 這事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有醒悟這一事件 才能夠認出按照神的約定和話語 出現的天國 神和耶穌所在的地方 也會有神的話語傳講出來 這裡就是哪裡呢 新天地耶穌教證據帳目聖殿 見證神的新約 啟示錄的預言和成就 我們今天一同領受了 啟示錄四章和五章的見證 在地球村當中 聽到這話語的所有的牧者和聖徒們 我們是在同一片藍天之下 查考同一本聖經的信仰人 雖然我們的國家民族和語言各不相同 但是可牧神話語的真心是一樣的 神真理的話語相信只有一個 我們新天地 想與全世界所有的人共同分享 啟示的話語 彼此相愛能夠充滿和平的與神一同過信仰 聽到這啟示話語的全世界的牧者們 希望我們一同能夠簽訂諒解備忘錄 我們新天地為每一位可牧話語的人敞開大門 通過本次的線上講座 帶著懇切的心 想與我們一同簽訂諒解備忘錄的牧者們 可以通過下面的郵箱和電話聯繫我們 我們願意隨時與大家合而為一 最後真心地感謝來自世界各地參加 見證神的新約 啟示錄的預言和成就的 新天地獻上講座的每一位牧者和聖徒們 也拜託大家能夠持續地參加日後的 啟示話語的見證 所有的順序就到這裡 我們獻上主教導的主導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您的名為聖 願您的國降臨 願您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就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再一次地真心地感謝神的家人們 為甚麼 人們是在地上 作詞 那是 最關心地 是 為甚麼 那是